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那照片是合成了吗 不是 我仔细看过的是真的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 我跟范子瑜就是好朋友 发小一起长大的 我们俩是不可能谈恋爱 更不可能有任何的肉体关系 他出车后 前一天他找我来喝酒 我们都喝大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确实断片了 但是我隐约记得 好像我们又到了一个酒店 开了个房间继续去喝酒 仅此而已 丁学习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我没有事情瞒着你 相信我一次行吧 就这一次 你以前有多少女朋友 你跟她们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都不关心 可是你说过 你不要对我隐瞒的 你这样我怎么相信你啊 对不起 我还有事 Sakiki 他发展到什么时 你不乱吧 听什么 我觉得你准够的 侠心儿 你不至於这么多 lurk agues rude 陰珑lusive 那你打算怎么做 只要你能原谅我 你要我干嘛都行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怎么弥补都行 好吗 真心的 谈不上什么原因 那是你之前的事 可是我 可是因为那是范子玉 对 我知道 因为我确实我问了一圈 我知道我 行了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我不想知道 那原谅 你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吧 没有 事后呢 事后也能做什么 我真的 我 我不记得 但是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我干不出那事来 他们照片是之后 也没跟我讲过 这是实话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其实我真的很冤枉呢 但是我相信我的为人 我干不出那事了 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我发誓真的 好吗 好吧 原谅你了 真的原谅我了 真假了 原谅了 你确实 可以把这些事情 都给忘掉了 然后 不是不能再有第二次 如果有第二次 我打 打 打 打死你 再有第二次 我直接 走吧 陪我去交通大队 给 跟月之内不许靠近我 好 好 对 你那个申诉材料 有没有写好 我发到你邮箱里了 我发回来了 我帮你修改一下 我爸妈妈也要去找下律师 说再咨询一下法律程序 要有信心 好吗 属于我的公道 我一定得拿回来 太好了 这才是我喜欢的消息了 等会儿啊 喂 婷婷 找我什么人啊 行吧行吧 那我一会回来啊 有事 说有人找我 还不知道是谁 我刚好也要回家一趟 行不行 我走了 好 你忙 你忙 这个 对 请问一下这床的病人呢 你们不知道吗 他去世了 是叫杨硕吗 对 杜硕也不让他忘了去世的消息 你帮我忙碧好不好 你们知道床的 works 但是你也要跟他的老师 我都不在世了 你都不在世了 不要做你们都不在世了 你又不是海外 我什么事 你还不要做你 你帮你 这日子 看我还有呀 你还要去世的 我走了